你們看我們剛才做的生乳圓已經完成了 我發現其實它是用餅做的 但是它做出來其實我們用肉眼很難去察覺到 對 其實吃起來也跟外面用麵粉做的口感都差不多 真的喔 對 可以吃吃看 哇 它這樣切下去的感覺好軟嫩喔 所以說這個中間它就是打發的鮮奶油 對 好清爽喔 哇 我發現你們做的米蛋糕有一個特性就是 你減糖很多 所以說我更可以吃得到它那個巧克力香 然後中間的鮮奶油也非常清爽 就沒有額外加糖 所以說我覺得好像大人小孩吃它都蠻適合的 對 其實還蠻多小朋友也都會喜歡吃這個的 而且我發現它吃起來的口感 真的你很難察覺它原來是用你做的 對 但是它吃起來口感啊 我覺得很軟嫩 然後很綿 可是又不會覺得濕氣太重 所以太軟 對 哇 這樣吃真的覺得好好吃喔 而且它你們是不是還有做不一樣的口味 我們蛋糕捲的部分其實做很多啦 就是也盡可能就是會配合當季啊 有時候像現在是芒果 之前也有做過草莓的 對 然後也有很多像伯爵茶啦 蔓越莓 其實口味很多啦 這個是新乳酪蛋糕對不對 對 它做得好小巧精緻喔 就是它有分尺寸啊 這個是4吋 然後我們也有6吋的 因為6吋就是送人啊什麼的 那4吋就是平常有客人會直接買回來吃 就自己當點心一個人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對 而且我發現你都會放這個狗狗的圖案 對 這是我們家的店長 店狗就對了 對 店狗 好可愛耶 所以說那個你們家店狗就是也是招牌 有一種看起來就會讓人家覺得很療癒的感覺 對 好 但是這一個是什麼口味的呢 這個是芝麻的 那我們這個芝麻的話 像外面市面上都是有抽油過的 這個芝麻是沒有抽油 所以它吃起來味道會很香 真的嗎 對 我直接來試看看就知道你說的這個比較香是什麼感覺 好 哇 這個用米做的然後它吃起來好蓬鬆喔 有一點像那個雲朵人裡面的感覺 空氣感 對 有 它其實有一點點的像蘇布蕾 對 但是它的香氣因為有乳酪在裡頭 所以更香 然後芝麻的味道很突出耶 對 所以說沒有抽油過的芝麻才有辦法這麼香是不是 對 如果即使你去外面買市面上的芝麻回來 基本上它的那個香氣都已經沒有那麼的重 只是特地找的 而且在吃的時候還可以製得到芝麻的顆粒 對 你是特別故意讓它質地不要打得那麼細 讓大家吃起來有口感嗎 對啊 因為咬到的時候才會有那個 蹦出那個芝麻的香氣 對 因為嚼的時候你就會一直 散發出芝麻的香味 那像是這個的話 把它做成米的乳酪蛋糕好做嗎 也不好做啦 對啊 因為應該是說所有產品 米的我們通常都要從頭開始做嘗試 對 所有產品都是 所以每個都是薄 對 所有產品都可以用來看 去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